苗栗县长中东景持续来未免百岁的人睿 苗栗市百岁人睿黄新亮 今年有106岁了 近日拿到的健检报告是通通过关 他也分享不喝酒 饮食清淡 并且仅遵吃饭八分饱 是最棒的养生之道 苗栗市百岁人睿黄新亮 热情迎接县长中东景的到来 并大方分享养生之道 产生中东去设计的就是设计的好事就好 没设计暗宝 清亮没设计暗宝 一定的年纪 很因为说这个少量多餐是对的 当然长辈要少量多餐 要自然要先好了 因为要准备点心 准备水果准备骰水 当然要一些时间 要一些心血 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们看到阿龙肉养生有素 黄信亮今年106岁 在子女细心照料下 日前健检报告完全没有红字 拿起手中的平板还能够顺畅操作 幸福的未访列车也持续前往101岁 兰王眼妹105岁秋流亭妹家中 不是阿婆养生养得很好以外 我认为她跟她的效果常开有很大的关系 人总是要一直生活在开心当中一夜当中 可能不管是处理事情做起事业来会更顺利 甚至养生也是要效果常开 真的要到100岁实在是不容易 当然每一个长辈 他们都有他们的独特的养生的一个方式 就是多笑然后定时定量 然后生活都非常的规律 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长寿的一个效果 效果常开饮食规律 仁瑞分享养生之道 县福也送上礼金礼品展现敬老诚意 要注意 不要意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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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